然后我和婷婷我们俩也是二胎了 也有点带娃经验 也看了很多 学习了很多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表 婷婷研究那个啊 我们也自己可以猜一下 我们猜的大概率也是 二胎应该是男孩猜的啊 当然这是猜的 是吧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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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然后最近网上也有很多朋友在猜二胎男孩女孩男孩女孩猜男孩的比较多 然后我和婷婷我们俩也是二胎了也有点带娃经验 也看了很多学习了很多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表 婷婷研究那个啊 我们也自己也可以猜一下 我们猜的大概率也是二胎应该是男孩 猜的啊 当然这是猜的 当然这是猜的 是吧 对这就是歪了呗因为大家也在猜咱们也在猜呗 那里 你笑了乐乐 然后乐乐的话还是比较喜欢妹妹 一直问他想要弟弟妹妹 乐乐也就是说想要弟弟妹妹 你说想要一个的话 他就是想要一个妹妹 还有朋友说我们的二胎已经生了生的是女孩 你们应该看的是乐乐出生那周的视频 因为乐乐那周出生视频还会为大家推荐 二胎还没生呢 二胎还还不知道男孩女孩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你们的关注还在不在啊 不在的话也可以点点点点关注 好多朋友都是有时候可能看我们视频四五年了 这两天呢也一直是在我们这做一个团购 然后呢能看到视频这里的话 一般都是很铁的很铁的铁粉了 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发出来 我有懂的 我有会的 也会为你们去回复啊 包括是一些比如说团购 你们开了一个尸体店对吧 想要一些别人从抖音上给你们下订单 或者什么的啊 我可以只要我懂的啊 都会为你们去回复一下 就不要去花一些愿望钱了 对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今天的视频挺多啊 外边也应该下雨 早点休息 早点收拾 拜拜 拜拜